很多同修刚学佛时 几乎求什么灵什么 然后贪心越来越大 最后就求什么都不灵了 因为佛菩萨不会助长你的贪心 而他自己因为求不到 也就慢慢丧失了学佛的信心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傅说 所以不能用贪心来学佛 贪心学佛的弊端 就等于种子刚刚准备发芽 就已经枯萎了 师傅还说 因为你把种子刚刚种下去 不断地给它加水晒太阳 不是干死就是淹死 所以你的善种很快就枯萎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本地同修真实案例 学佛是福 学生从原来班级差生 一直不及格 只考50分 在班级学生很是自卑 甚至被嫌弃 妈妈闻到佛法 为孩子许愿吃素 学佛念经放生还债 运用三大法宝 学生也每天念诵 心经大悲咒等经文 增加智慧和消业障 积福德 奇迹出现了 这次期末考试 学生考出优异好成绩90多分 佛法创造奇迹 佛法是智慧 这次学生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佛法给这个家庭带来信心和希望 心灵法门殊胜无比 真实不虚 感恩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慈父 感恩一切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昨天 两岁多的素宝宝 午睡起床后状态就不好 没有精神 一直哭闹 换作平时 他会欢快地玩 我问他 他说肚肚不舒服 疼 我就给他揉肚子 大约半个小时了 还是疼 也不上厕所 无奈地 让他吃了两个消食片 还是哭闹不止 这时 我想起了念点经文 帮助他吧 祈求菩萨慈悲 将这些经文的功德 用来消除孩子肠胃的业障 消除肚子疼的毛病 身体健康 说完 我就开始念诵心经 刚念了七遍心经 孩子突然说 不疼了 马上活蹦乱跳地 玩儿去了 太神奇了 我不由地感叹 感恩菩萨慈悲至极 事无巨细地帮助我们 只要心成 一定会灵 再来分享下 文中提到的 太理素宝宝 出生时酒精 健康 聪明 活泼 思路敏捷 快三岁了 很少生病 即使偶尔感冒 也会很快痊愈 现在会被准提神咒 欺佛灭嘴真言 姐姐咒等 一些简单的经文了 经常跟着放声 饭前自动感恩 主动去佛堂磕头 感恩菩萨保佑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在此想分享一个 关于心灵密码的灵验事情 我的孩子 还不会讲很多话 就是不会表达出来 基本的交流都不懂 有一天早上 发现自己扎头发的皮筋不见了 找遍了床上 和所有可能放到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 就开始很心慌了 因为上面 还有几个塑料珠子 如果小孩子吞到肚子里 后果不堪设想 一时情急 发了短信 给医院的主任和副主任 他们的回复 都是赶紧带孩子 去医院拍片子 我当时也是 有点手足无措了 一时之间 想起心灵密码 于是 硬是逼自己 把心灵密码念完 在念的过程中 一点点地感觉到 是否有别的可能 心里也开始 有点冷静下来了 随着心灵密码的念完 突然间有个意念 于是顺着这个意念 果然在旁边的书本那里 找到了橡皮筋 当时的我欣喜若狂 比找到金子还高兴 就这样 在菩萨妈妈的加持和护佑下 我找到了皮筋 小儿也因此免去了 要去拍片的一些遭罪 当时就许愿 要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 一直迟迟未兑现 心中惭愧 文笔表达有限 未能表达出当时心中 那种慌乱无措 菩萨妈妈帮我找到 橡皮筋之后的那种 欣喜若狂 心灵密码确实很管用 非常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在弟子学佛七年中 一件又一件 法喜之事 接踵而来 让弟子所求如愿 我的大女儿 大学毕业 现在已经在 本校财经大学教书 拿到高等教育 教师资格证 弟子感恩 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保佑 我的二女儿 读的大学 法学系 已拿到律师资格证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保佑 我的三儿子 今年中考568分 如弟子所愿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保佑 弟子分享 学佛七年来 每天坚持功课 佛教念诵经文 组合小房子 每天五章 白话佛法 每天两至三篇 每天都听 看 分享 学佛前夫妻不和 从学佛七年来 夫妻开始和睦相处 学佛前 我身体全是病 学佛后 病都没了 真的太感恩 观世音菩萨妈妈 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传给弟子 弟子应用心灵法门 五大法宝 放生 念经 许愿 大忏悔 读白话佛法 真的 受益肥浅 分享结束 如果 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 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美国通用公司 首席执行官叫Jack 在他的自传当中 他说 自己的成功 也许要归功于 他英格兰的母亲 他小时候 有口吃的习惯 同学们笑他 这是一件非常难为情 和糟糕的事情 又让人感到很自卑 但他的母亲 对他说 孩子啊 这是因为你的嘴巴 无法跟上你聪明脑子的缘故啊 杰克认为 这是一句鼓励他上进的 美妙的话 人 有时候在人间 懂得一句智慧语言 可能你的一生都会受用 菩萨告诉我们 知足常乐 让我们在人间 不贪 不撑 不吃 我们一生受用 感菩萨 感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佛法讲 学佛是要让众生脱离生死轮回 到达彼岸 不是暂时地得到一些利益 所以师父说 一定要修 出离心 只有你离开这个时间 你才能不求人间利益 你才能放下自己的私欲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